大家好 又是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和銀 星期三聯儲局發布7月會議寄要 跟住在星期五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在全球央行年會 Jaxson Ho 講話 這將大比市場有什麼影響呢? 上星期很多網友落order 叫我講金礦股和銀行紫黃金 當然我要交功課 事不宜遲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4年8.4期的金銀周報 這星期有兩件重要經濟事件 星期三聯儲局發布7月會議寄要 絕大多數會員認為 如果數據繼續符合預期 下次會議放寬政策可能適當 會議記錄顯示 聯儲局成員淡化了疲軟就業數據 究竟就業數據有幾差呢?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在全球央行年會 Jaxson Ho 講話 通貨膨脹已經顯著下降 並暗示未來將會降息 但拒絕提供具體時間和幅度 但市場鬆了一口氣 在星期五股市上漲 過去星期 美匯指數跌1.72 報100.69 導指升516 報41175 標指升80 報5634 納指升246 報17877 黃金升6美元 報2513美元 白銀升0.81美元 報29.88美元 大家有沒有發覺 在這個好消息公佈之下 市場反應是一般的 似乎後市就暗藏危機 總統 市場反應 市場反應 在這個星期舉行的 Jackson Hall 全球央行年會 市場憧憬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將發放有關減息的信息 美元指數近幾個星期都下跌 非美元貨幣則全線上升 專家和投資者一直預期是降息的時間 鮑威爾在星期五終於同意 鮑威爾表示 放鬆貨幣政策的時機已經來到 Time has come 但他警告未來幾個月的政策變化步伐 將取決於日益維曉就業的風險 而不是通脹 分析師警告失業率上升和招聘疲軟表明 面對借貸成本上升 美國經濟最終會放緩 鮑威爾在傑克遜霍爾發表演說後 債券價格上漲 交易員下調利率預期 將10年期公債值利率壓低至3.806% 期貨市場預計 央行年底前降息至少1% 可能性高於75% 我相信鮑威爾的擔心 由於美國勞動統計局公布年度基準修訂的初步估計顯示 在截至2024年3月過去一年中 美國非農就業總人數下收818,000 人 下收幅度為0.5% 該數據創下15年最大收幅 顯示美國勞動力市場降溫的時間比原先想像要長 甚至可能持續更久 大型黃金生產抗業公司的黃金抗股票 是不提供對黃金的直接投資 在今價上漲階段 抗業股利潤和生產儲備都會增加 使得黃金股的槓桿效應 相對金價提高2-3倍 因此受到歡迎 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 實際上金礦股的表現通常弱於黃金本身 這點是從20年來 金價和紐約Arcus Gold Bucks Index的比較中清楚可見 由於稀有貴金屬開採成本不斷增加 以及採礦業務面臨各種不確定性 除了地緣政治風險 很多金礦位於新興市場外 採礦業面臨好多問題 例如入水通道塌陷 或開採率低於預期 亦會顯著降低採礦公司利潤 加上每間金礦公司開採成本不同 因此黃金股票波動性高於貴金屬本身 對於金礦股來講 由於槓桿效應與實際黃金相比 更高收益率機會 亦被更高投資風險所抵銷 所以投資黃金礦業公司時 投資者可以期待與其他任何股票 承受相同風險和回報 好, 網友想我講吓以下黃金股 如果你看到這裏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你的訂閱是給我做片很大的動力 好, 大家先按下訂閱鍵 給我點讚 和按下鐘仔 歡迎大家留言 請大家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這張圖是由2021年8月1號到2024年8月20號比較 第一行是實體黃金 在2021年8月黃金是1814美元 到2024年8月20號是報2505美元 上升38% 在香港上市的山東黃金 在2021年8月是13.87港元 到2024年8月20號是報16.44美元 上升18.5% 跟住中國黃金 2099 在香港和加拿大都有上市 在2021年8月是報21.52港元 到2024年8月20號是報41.15港元 上升91.1% 再睇吓在加拿大的Berrygold 在2021年8月是21.79美元 到2024年8月20號是報20.21美元 下跌了7.25% 另外有網友叫我講下 Wanget Gold Minus ETF 代號是GDXJ 在2021年8月是報46美元 在2024年8月20號報47.57美元 上升了3.41美元 大家可以清楚看見 黃金礦股未必跟隨實體黃金升跌 由於每間金礦股公司開採成本不同 因此黃金礦股波動性高於實體黃金 所以大家選購黃金礦股要小心 我從未買過黃金白銀的礦股 我發覺不少網友都有買賣銀行的紫黃金或紫白銀 現在同大家了解吓銀行的紫黃金和白銀 以下用黃金來陳述 紫黃金是一種自在反映黃金市場現貨價格的資產 儘管它實際上並不是黃金 它被定義為黃金市場的衍生性商品 根據紫黃金定義 銀行以倫敦金銀市場黃金國際交易結算為基礎 是一種不受地域限制的全球性場外黃金交易 由交易商以每盎司美元報價 成色不低於99.5% 持有紫黃金, 使投資者無需持有實體金條 即可接觸黃金的價格 它可以降低日價和任何儲存保險成本 它被認為對於交易目的比較長的投資者更有用 不過大家要注意 當你將錢傳入銀行時 這筆錢就屬於銀行 假設銀行資不抵債 或者它未能履行其作計劃中的義務 投資者只能作銀行無擔保債權人 提供索償 在最壞情況下 投資者可能會損失全部投資 從投資者角度來看 如果以安全為目的 我建議持有實體黃金金條或者金幣 若你如果選擇紫黃金的話 就必須注意風險 投資理財暢銷書 富爸爸窮爸爸 作者羅柏特指出 他說美國經濟失敗 不要忘記兩大教訓 第一個教訓就是 資本市場恐慌的情緒顯而易見 意味著 每一個人都知道股市債券 或者房地產市場 何時崩潰 第二個教訓就是 銀行恐慌是看不見的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他們銀行何時破產 亦因此為何會有美國聯邦全副保險公司 FDIC 一旦銀行破產 民眾最多25萬美元的儲蓄是安全的 事實上羅柏特 過往曾稱美元 , 歐元 , 日元 , 披索 是假錢 只會貶值 相反應該是儲真錢 就好似黃金和白銀 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 持續沽售美國銀行 分別在8月15號 , 8月16號 , 8月19號 合共拋售1400萬股 套現約5.5億美元 資料顯示 , 巴郡自7月19號起 連續4個禮拜減遲美國銀行 累計賣出8530萬股 套現約350億美元 在8.1期的金銀周報 我又引述巴菲特大手沽美國銀行 我說 , 可能股災先兆 其實會不會好似 富巴巴 , 窮巴巴作者羅柏特所講 銀行的恐慌是睇不見的 而巴菲特預見銀行業將會爆倒閉潮 上個禮拜公布美國7月生產者物價指數 和消費者物價指數都顯示 美國通脹正持續放緩 而7月新屋動工量按月跌6.8% 以年率計為123萬8千間 是2020年疫情以來最低水平 市場預期美國聯儲局下月落實降息 美元進一步走弱 支持黃金板上升 金價有史以來突破2500美元大關 最高達2510美元 繼續令人印象深刻的年漲勢頭 好多人將金價上漲歸咎於聯儲局將在9月降息的樂觀情緒日益增強 在這個議息會議上有投票權的三藩市民主銀行行長戴利表示 近期的數據使他對美國通脹賣向2%的政策目標更有信心 應該是時候考慮減息但應循序漸進 Faxbook 市場分析師 Alex 預測在全球央行持續賣盤的推升 金價有望衝高到2800至2900美元 同現價相比 卻有11%至15%上升的空間 Alex 並不是唯一一個持這種樂觀態度的人 彭博社策略師 Mike 認為 金價達到3000美元只是時間的問題 專家普遍認為黃金升至2700美元 白銀升至32-34美元 假設在這段時間我們不會發生股災 這就是我們的發展方向 但我們必須看到一些短期的回調 這可能就是在減息好消息之下 市場反應不算大 這就是後市暗藏玄機的原因 如果金價突破2525美元 這個恰好是支撐位 日線RSI 亦脫離超買水平 這個支持進一步下跌 簡而言之 我們預計價格會跌至2520美元或2460美元 然後上漲至2700美元 所以黃金在2525美元是非常關鍵位 白銀剛剛跌破29.25美元的支撐位 下一個支撐位是29美元 如果這一點被打破的話 這樣28.8至28.5美元是重要的支撐位 並不會發生這個作用 我預計這種情況將持續下去 一旦這些調整完成後 我預計白銀將和黃金一齊創出新高 白銀會達到32-34美元 目前預測先下跌再創新高 這提供了一個下次飆升之前較低的價位 購買金條和銀條的絕佳機會 我仍然估計 股災難以避免 當股災發生後 黃金白銀會在短暫下跌後進入大油市 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 白銀也會升至100美元 不過最後都是我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睇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願